苗栗县三弯乡杜兜角步道 这里是地方知名的健身散步路段 那么地方民众希望能够将沿路的合体美化 栽植季节的花卉 形成观光廊道 那么乡公所能为此像水利鼠二合分鼠 还有农村水宝鼠等来争取经费 初步达成了规划的共识 三弯乡杜兜角步道连接老街 沿着中港西合体新辟 串联了杜兜角、石木池及北浦运动公园水尊步道等景点 地方人希望能够让景点活化 打造花卉廊道 可以种花草树木 可以吸引游客来 打卡拍照之类的 这个景点可以接到石木池 石木池到北浦公园 再衔接到我们北浦村的荫木花道 三堂被这边绕回来一个圈 这很好的步道 接获地方全情乡公所积极联系 透过立委协助召集下 中港西合体管理单位 水利署、二合分署 与农村水宝署和乡公所前往会刊 各界对于地方观光营造计划乐观其成 二合分署原则上同意乡公所的计划 可让公所在合体上栽植特色季节花卉 至于未来步道周边景点的营造 农村水宝署也可提供建议和协助 你像我老的二合局 来到省巷 不管你公所有 公所还可以做到 像郁金香 金针花 那以类就做到了 今天的会刊特别有提到 未来由二合局以及我们农村水宝署 以及地方以及社区来共同合作 我想未来能够带动我们三湾的新的亮点 杜多角步道沿着合体而走 长达一两公里的步道 可以串联到北浦运动公园 景色宜人 相公所期盼移植大湖金针花廊道的经验 打造三湾市区特色景观 吸引更多游客到三湾拍照旅游